汤姆说人话第二篇 汤姆的真实人生 欢迎收看汤姆说人话 请继续点击订阅加按赞 感谢您 今天来说说汤姆如何保持一生都是忘运的 首先从植卫斗树的命盘来介绍 方便观众做比较 并作为参考依据 不懂命理的也没关系 我说的是人生 不只是命盘而已 汤姆的命格是破均载武入命 阴心入庙阁 听起来就是好命的人 如果说我出生的家庭是台北蒙甲菜市场旁的临时建筑 一家七人住在只有十多坪的小房屋里 看起来不像是富二代官二代 其实汤姆是富后代官后代 只是长辈后来不做官不富了 英雄不怕出生低 命好不怕运来磨 哈哈哈哈 汤姆家族是东周灵王的直系子孙 也是开敏三王武树王王省归的第38世直系子孙 果然汤姆是一位传统的中年大叔 观众的命格是什么呢 如果幸运没事故的话 你们都会成长为中年人的 也会和世人一样经历如同2019年的美国人 2022年的东乌克兰人 2023年的加萨走廊居民 经历病毒及战争 要小心 不是人人都能幸运长成中年人的 所以当下该做的事 想做的事 要赶紧的把握时间去做 汤姆小时候爱冒险 当时台北市到处赐工地 汤姆可以在工地看工人翻沙半混泥土 看一个下午 中学时 汤姆可以和同学搭火车去淡水骑协力车 20多岁已爬过玉山雪山 在肯定公园吹风沙了 30多岁买了房子 到海外工作去赚钱了 40多岁开公司 发明专利写小说 55岁提早退休 现在我正在做网路的YouTuber 我认真回想原因应该只有一个 欢喜做甘愿收啦 很感谢父母兄弟姐妹 老婆儿子 及同事朋友的体贴及谅解 在他们眼中 我是一意孤行 我行我素的人 这段黑历史烂草莓的过往 他们都在身边和我一起度过 他们怎么想我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 都已经过去了 恩怨都已经化解了 都已经放下了 并且感谢他们 现在剩下的回忆 我都做成了影片 大家也都放下恩怨 留下美好的回忆吧 天边的白云依然洁白清柔 地上的小草依然水风摇曳 我很满意自己的现在 虽然命盘中的望运 还会持续几十年 连续70年的望运 不应该只有在我身上可以发现 相信每个人 也都会拥有一辈子的望运 感情去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 并且甘心情运的接受 所经历的过程 快乐一点点 忧愁一点点 悲伤一点点 喜悦一点点 肚子饿有一点点 感觉热有一点点 房子旧了一点点 肩膀酸了一点点 钱还剩下一点点 所有的感受和物质 都只要一点点就好 刚刚好就好 不多不少 不贪不求 日日是好日 年年是好年 也许你很难相信 汤姆真的是这样过日子的 我能理解你想的 却不知你和我想的是不是一样呢 刚刚看完你海下天际的影片 感觉因时至于 这个方法最好用 从善如流 这个标准最精准 失而不学 这个警告最吓人 尤其在知识取得快速 能工智能已经成熟的时代里 不赶紧把握时间 好好学习 改善自己 再好的忘运 就要擦身而过了 以上只是本人的体会 纯聊天 没根据 仅供参考 期待再相会 拜拜 幕后花絮 忘不忘运 都是自己的感觉 低潮时期 觉得未来充满希望 刻苦耐劳 高峰时期 觉得满足自在 享受喜悦 一念天堂 极见如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